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帮助澳门中小媒企托新机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 于近日颁布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 关于支持澳资企业发展的扶持办法 透过面向澳门企业及澳门居民的扶持措施 支援企业走进深合区 其中就面向澳门的特色店、老店 入选商汇馆或米兹莲子蓝等 商家授权的澳门企业推出特别补贴 只要这些澳门特色老店 在深合区内仇持开店并实际经营满一年 帐账获一次性30万元人民币的品牌落地奖励 呼类扎澳门的老字号藏出新天地 一直都有想过这件事都在谈的 加上现在他就告诉我们 有这样租铺或是成立公司都会有些优惠给我们 这些绝对是可以帮助到的 对于我们新入过去内地做生意的 如果他给到优惠 而且政府也会有帮助我们 是一个机会给我们试试 如何踏足内地的市场 在鼓励特色老店进驻之外 扶持办法也为年轻的中小微企 提供理想经营环境 将会向符合条件 并且在深合区内有实质营运的澳资企业 提供最高可达七成的租金及装塑补贴 而这些措施中定名 十位企业需由澳门居民或澳门发人 持股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规定 亦都会成为澳门居民的发展优势 并创造与其他地区商户合作的可能 将有效促进澳门及横琴的多元发展 一连串的政策 其实对中小企来说是一个非常鼓舞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 更加多不同的产业公司 很短期有机会是一个爆发性 火速地进入澳门 从而中小企也有一个联动机会 拓展自己一些新的空间 以及一些新的产业会落地到深合区 除了种种措施吸引中小微企 扶持办法还会向具相当规模的澳市企业 提供多达六十万的营收奖励 也会向科研企业提供每年最高五百万的研发补贴 藉着这些措施为澳门企业 搭建理想的经营环境 而且今后还会有更多优惠措施陆续出台 全方位地推动澳门与横琴融合发展 其实我们今年亦都准备出台 其他方面的扶持办法 预告一下包括我们会展 民旅商贸以及人财引进等方面的扶持办法 我们也会陆续出台 在今年我们希望逐步将我们整个横琴 一个扶持办法的体系构建起来 完整它全方位地推动四大产业的发展 另外补及融合的发展 McQuin Prov Criminal 整理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